- 大家好! - 大家好! - 歡迎回到我們的把妹向導主題! - 大家看到標題就知道我們今天要錄的是 - 第一次分手就上手! - 其實原本我們想的標題名稱叫做 - 談一場不思破臉的分手 - 但是沒辦法! - 第一次分手就上手! - 聽起來就整個很... - 這白爛! - 同名就很白爛! - 那為什麼會想要錄這個主題呢? - 主要是因為 - 我之前看過身邊 - 有一對朋友的例子啦 - 他們就是這個分手的狀況很差 - 分分合合的! - 又一直藕斷絲連! - 互相折磨! - 這是一個很戲劇化的過程啦 - 我第一次看到分手的時候是 - 我講一下這個情況 - 那時候晚上肚子餓了去買小椰 - 然後我還記得我買了這個 - 太平洋雞排的雞翅 - 三隻五十塊很好吃 - 就吃到一半 - 我女朋友就跟我說 - 他有兩個朋友在談分手 - 然後因為那個男的有點衝動 - 然後怕他會對那個女生怎樣 - 然後反正就是 - 我女朋友跟他們共同朋友騎到一個 - 就想要去保護那個女生吧 - 反正就這樣 - 然後就喔喔好 - 然後他們就嫌過去 - 然後我就拿著我的雞翅 - 然後在後面跟著 - 然後後來我就走到那個 - 就是他們在吵架的 - 他們家跟我在桃園住屋處是順路的 - 然後就走的時候就到那邊 - 然後就定點就在那邊就是 - 看他們兩個正在吵 - 然後反正 - 我要去引爆點好像是說 - 這個女生覺得 - 男方都已經交女朋友了 - 就常常還是跟其他女生這樣 - 藕斷絲連 - 然後言語曖昧 - 然後女生就很不爽 - 然後男生就覺得說 - 以前還沒在一起前 - 那個女生也玩很大 - 你憑什麼這樣管我 - 大概是這樣啦 - 反正不是重點 - 然後反正就是在談分手的時候 - 這個男生就是一直苦苦的哀求這個女生 - 不要離開他 - 然後這個女生就覺得說 - 你叫我不要離開你 - 但是你自己又怎樣怎樣怎樣 - 然後反正就 - 女生就很不爽 - 然後女生就賞了一個巴掌 - 哇塞 - 正吃雞翅 - 吃到一半 - 然後就啪 - 嚇一動 - 我就哇塞 - 雞翅噴出來 - 哇操 - 我還見我那個啃那個雞翅 - 真是不知道該如何反應 - 明不及時的吃雞群眾 - 真是看戲 - 然後一下還不得了 - 後來那男的就繼續巴這個女生說 - 什麼拜託你不要走 - 之類的 - 啪 - 女生就打他一個巴掌 - 反正總共那女生打他三個巴掌就對了 - 然後 - 後來 - 那個女生就是 - 轉頭就中 - 然後那男的就一直想跟上去怎樣的 - 然後後來 - 就是我女朋友跟另外一個朋友 - 他們就去勸這個男生 - 叫他怎樣怎樣的 - 然後那男生就很激動啊 - 情趣很激動啊 - 然後我就跟著男生講一下 - 說他現在女生在這個狀況下 - 你這樣去求他 - 就是希望他不要跟你分開怎樣的 - 其實沒有用 - 你還不如給他一點時間冷靜一下 - 可是冷靜一下就會離開我了啊 - 然後什麼的 - 然後 - 因為那女生是叫他把鑰匙 - 就是女生家裡的鑰匙 - 那個男生有一份 - 那個女生就叫男的還給他 - 然後他就死不還 - 就不想還 - 我不要 - 我不要還他 - 我們好像就不會有未來的那種感覺 - 反正那一天的戲嘛 - 大概是這樣 - 那後來據我所知 - 他們後來就還是複合了 - 然後複合後 - 就還是一直在吵類似的問題 - 然後後來又分手了 - 然後又分手了 - 然後後來又複合了 - 但是這樣啦 - 所以我才會說 - 這是一個分分合合 - 藕斷絲連 - 互相折磨的故事啦 - 這樣總共維持了多久啊 - 分分合合 - 從頭到尾 - 然後到現在還在 - 到現在你在聽這個錄音 - 我們在錄音的這個當然 - 他們還在分分合 - 我不確定目前是 - 在一起的狀況 - 還是分開的狀況了 - 無限輪迴 - 反正那個女生都會覺得說 - 什麼這男生 - 每次分手都說好他會改或怎樣的 - 然後他就心軟又跟他複合 - 就複合後這男生又不改 - 那女生意思大概是這樣 - 那男生這邊 - 我就不確定他現在是怎麼想的 - 所以就 - 好 那反正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想要錄 - 我會想要錄這一支的這個起音啊 - 那我覺得一開始我們就各自來談一下 - 各自的印象比較深刻的分手經驗好了 - 好啊 - 那我們由白馬先開始吧 - 大家如果有購買我們的 - 紅藥丸三部曲 - 那個九鐵折的第四條 - 應該都會聽過 - 我的那個跟同居女友分手的那個故事 - 所以 - 那個真的太可怕了 - 有興趣可以去購買 - 太精彩了 - 有興趣可以去購買 - 然後聽第四條來看 - 因為第四條就是在講那個 - 為什麼不該跟女友同居 - 然後我的那段今天其實還蠻黑暗的 - 有興趣可以去聽那個 - 那個算是一次很糟糕的分手啦 - 就是我的人生裡面 - 也算是蠻黑暗的一段分手經歷 - 那今天就不談這個了 - 我來講另外一個例子 - 應該算是有好一點的分手啦 - 就是我出社會之後 - 通過接搭認識的第一個女友 - 那個就是我的前任啦 - 這個分手的話應該算分兩次吧 - 一次是那個大概在一起快一年的時候 - 那個時候其實 - 我分手的原因是因為 - 我知道說自己想要做 - 約會教練這一塊 - 做溫柔人這一塊 - 那就是既然要做這個 - 其實就已經不適合走長期關係了 - 那因為當初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- 並沒有就是 - 還沒有完全投入要做這一塊 - 所以當時其實也沒想到那麼多 - 但因為漸漸的知道說 - 彼此的目標就可能沒有辦法契合 - 那再加上說在一起快一年了 - 老實講其實那吸引力也差不多 - 就是下降蠻多了啦 - 所以當時我就用這個理由來跟他提分手 - 對阿 就是很理性的跟他講 - 那一開始 - 一開始是 - 就真的真的算 - 名義上就是算是分手了 - 對阿 - 但是因為我那個時候 - 非常多的原因 - 我現在就覺得那個時候 - 也是很多藉口 - 對阿 - 我現在在找當時的藉口 - 就是那個 - 當時我論文還沒寫完 - 然後工作阿 - 什麼的都混在一起 - 再加上說 - 我很怕他的那個癌症惡化啦 - 他是有癌症的 - 所以 - 當時我很怕說 - 就是第一次分手完 - 之後那個 - 他情緒低落之下 - 那個身體狀況會越來越差 - 然後後來 - 也是因為自己心亂 - 然後也沒有 - 也不夠硬阿 - 我覺得我也是那種很容易就是 - 心亂 - 然後為對方好的人 - 然後後來 -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又複合了 - 對阿 - 那 - 呃 - 複合完之後 - 中間過的那段時間其實也蠻開心的 - 就是 - 就是還是跟當初在一起的那個時候一樣 - 以往的日子一樣 - 嗯 - 但是 - 大概又過了 - 八、九個月吧 - 又這樣過了八、九個月 - 就同樣的問題又來啦 - 就是一樣那個 - 我那個時候離職了啦 - 就是原本的工作就離職了 - 所以我那個時候已經算是全職了 - 在做溫路人 - 那 - 後來 - 那個 - 我前女友他就有意識到說 - 就是我在做這個的時候 - 就有離他越來越遠 - 甚至沒有花時間在那裡 - 再陪他 - 然後後來就因為這樣子而 - 跟我鬧很多次 - 然後越鬧越多次 - 我就覺得這樣 - 再這樣下去不行 - 所以後來有一次就是因為一點小 - 小問題 - 就是又吵架的時候 - 我就不想挽回了 - 我就不想 - 我就不想要 - 去安撫他了 - 後來就放冷 - 結果放冷之後 - 對方也感覺到 - 結果那一整個禮拜喔 - 一整個禮拜 - 他對我的態度都變成朋友的態度 - 就是 - 就是從情侶的 - 互動變成 - 就是降格成為朋友的互動 - 就很明顯 - 對 -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說 - 差不多了啦 - 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- 後來我在找到新的工作的時候 - 那剛好就是 - 簽約之後 - 就 - 那一天就直接跟他提分手 - 然後分手之後 - 也沒有再藕斷死臉 - 就是 - 當他 - 我們是用訊息 - 彈分手的 - 因為其實在這之前 - 我們大概彼此都已經知道 - 差不多關係該結束了 - 所以在Nine上面講完 - 就差不多了 - 他最後面一句跟我說的就是 - 就是祝福你 - 再見了 - 就這樣 - 就沒了 - 就一直到現在 - 完全都沒有再 - 完全都沒有再有任何的聯繫 - 這件事情就這樣過了半年 - 對啊 - 那 - 那 - 其實 - 我有想到一個 - 因為其實大家 - 做 - 大家要學game - 然後學紅妙玩 - 其實都可以 - 了解說 - 怎麼樣子來維持吸引力嗎 - 那其實 - 大家都知道 - 哪些行為 - 是可以下降 - 降低吸引力的 - 什麼beta的行為 - 啊loser的行為 - 其實 - 其實大家都知道 - 那我之前是有想過 - 就是很簡單 - 如果說你今天 - 發現說你跟另外一半 - 就是 - 你已經沒那麼喜歡他了 - 可是 - 當對方還是很喜歡你的時候 - 你怎麼做呢 - 太早fog了 - 是嗎 - 沒有 這我原本就要講了 - 這我原本就要講了 - OK OK - 對 - 我的做法就是 - 反向操作 - 可是 - 沒錯 - 可是對我來說 - 我拉不下臉這樣做 - 就是 - 我會知道說 - 我 - 我可以透過一些方式 - 反向操作 - 來降低對方對我的吸引力 - 可是說實在的 - 我還是不太願意這樣做 - 就像那個啊 - 七龍珠的漫畫裡面 - 那個 - 那個很多 - 那個 - Z戰士啊 - 那個悟空啊 - 克林啊 - 比克啊 - 他們去參加那個人類的那個 - 天下第一武道大會的時候 - 他們都要隱藏實力 - 然後去 - 打那個就是 - 那個 - 有類似那個拳擊機的 - 大家要去測一下資格 - 就是大家可以打多少批 - 多少批那個 - 有多大力的時候 - 大家都要 - 就是 - 學那個悟空 - 他們就是小小力的打 - 就是小小力的揍 - 那個拳擊機 - 然後那個數字就會變得很小 - 但其實也不會很小 - 因為他們輕輕的一揍 - 他們的力量都比一般的人類還要大 - 可是今天輪到達爾的時候 - 輪到貝基塔的時候 - 他就說全部的人讓開 - 然後就直接 - 把那個拳擊機給揍爛 - 就是他就是不想隱藏實力啊 - 我覺得 - 我覺得我就有點像那個達爾一樣 - 就是 - 我明明就是有這個實力 - 為什麼我要 - 我要隱藏實力去 - 就是假裝當一個弱者這樣子 - 對啊 - 沒有 - 我就 - 簡單的舉一個例 - 就是 - 就是大家也是可以去 - 試看看反向操作 - 但是對我來說 - 我是不太願意這樣做的啦 - 我可能寧願就是好好的談 - 就是理性的講 - 就是理性的講 -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- 對啊 - 好啦 - 我的例子大概就是這樣子 - OK - 好那 - 我舉個例子啊 - 這個例子其實就是 - 如果大家有聽 - 我跟我們之前錄的那個叫什麼 - 亮漢恩仇錄 - 亮漢恩仇錄 - 為什麼不可以泡朋友的妹子 - 那個故事裡面其實就有提到 - 就是第一個故事的這個女主角 - 反正就是有跟阿翰交往過 - 有跟我交往過的那個女主角 - 為什麼想提她是因為 - 她跟我分手實在是很抓嘛 - 聽說其實我覺得會分手 - 算是我的錯啦 - 因為 - 後來就是 - 她跟我在一起後 - 我覺得很持反應啦 - 我就覺得說 - 你現在好不容易跟我在一起了 - 那我要把之前我沒做到的事情 - 全部都 - 補回來 - 而且就是因為 - 她曾經跟阿翰在一起過 - 所以我就覺得很生氣的 - 媽你怎麼可以這樣 - 所以我就是要 - 要加倍討回來的那種感覺啦 - 然後加上那個時候就是 - 面臨大考嘛 - 所以就是 - 有各種的壓力 - 然後我又給這個女生太多的壓力 - 她就很不爽 - 然後後來 - 但她也都沒有跟我講 - 然後就是 - 她就決定要分手 - 所以其實在她提之前 - 我是完全不知道 - 她想要分手這件事情的 - 痾 - 畢竟那個時候 - 社交直覺還沒有這麼好啦 - 現在回想就覺得 - 其實跡象是很明顯 - 然後 - 她跟我們分手非常的抓嘛 - 就是 - 有一天 - 因為那時候讀國中而已嘛 - 我們在查那個 - 營養午餐的餐測 - 然後就 - 查一查之後 - 她就突然 - 叫我的名字 - 欸亮 - 妳說 - 怎樣 - 把一個我們之前約會的時候 - 買的 - 這個項鍊 - 她就丟給我 - 丟 - 就是她的那一份 - 對 - 她就用丟的 - 丟給我 - 然後就接住這個項鍊 - 然後就是她的意思 - 我就 - 好 - 所以 - 對 - 這大概就是我們的分手 - 幹 - 後來 - 後來還是有吵架的部分 - 就是 - 好像是回家之後 - 我用 - 那時候是用即時通 - 讓她吵架的 - 但吵什麼 - 其實我 - 大致 - 忘了 - 只是她 - 就是用丟項鍊 - 丟我們的定情項鍊 - 來表達分手 - 哇塞 - 這個舉動 - 我真的是 - 記得太清楚了 - 凶欸 - 喔 - 太好笑了 - 真的很屌 - 真的很屌 - 喔 - 大概就這樣 - 我想講分手故事 - 印象深刻的分手故事 - 大概就這樣 - 那阿翰 - 你講一下你的吧 - 我的分手故事 - 那是我的第二任女朋友 - 她還是我大二的時候交的 - 然後那個是我現在 - 我覺得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一次分手故事 - 那其實直接坦白的講 - 那時候這個女朋友是 - 我很將就的一段戀情 - 就是對方喜歡我 - 而且我們才認識 - 好像不到兩三個月吧 - 她就喜歡我 - 啊我就覺得說 - 喔 - 好久沒有人家被人家喜歡 - 好爽喔 - 然後她又問我說 - 要不要交往 - 然後我就很將就 - 我就說 - 喔好啊 - 不然就在一起啊 - 然後就是 - 其實心裡就是 - 帶著一點點試試看的那種感覺 - 然後我們就交往 - 然後其實 - 一開始都還好 - 就很像一般的那個 - 一般的情侶這樣 - 這樣的互動 - 然後就是 - 欸 - 嘰嘰嘰嘰嘰嘰啊 - 然後拍拍照啊 - 什麼什麼什麼 - 然後出去外面玩啊 - 然後 - 欸 - 其實我跟她交往 - 大概一年多 - 然後到後面 - 一年過後 - 大概剩半年的那時候 - 後期的時候 - 其實我就 - 那時候我就開始 - 讀我們那個 - 人生指南的那本書 - 被討厭的勇氣 - 開始讀 - 然後那時候 - 那時候 - 讀一讀以後 - 我就 - 心裡的一些 - 那種 - 因而素質 - 開始在萌芽 - 然後我就 - 越來越覺得說 - 欸 - 我這樣的生活 - 心態 - 好像有點不太對 - 因為 - 這個女朋友 - 她就是 - 其實 - 她就是一直沉溺 - 在愛情裡面 - 就一直沉溺 - 一直沉溺 - 然後 - 對 - 一些事物啊 - 工作上 - 然後還有家人 - 就是 - 只有抱怨而已 - 都是她們的錯 - 她覺得說 - 她被這個世界 - 不公平的對待 - 然後我就 - 那時候讀完 - 被討厭的勇氣 - 勇氣的我 - 就是 - 後面有一道聖光 - 你知道嗎 - 就是覺得說 - 啊 - 離得公殺小 - 我就很不能接受 - 然後 - 我當然是有 - 嘗試跟她講說 - 欸 - 你這樣不對啊 - 我覺得其實 - 這種事情 -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啊 - 而且 - 有一些錯 - 我覺得是你自己的 - 想法太偏激了 - 反正在這段 - 期間裡面 - 我也是有嘗試的 - 就是 - 就是怎麼講 - 開導她吧 - 然後 - 不錯啦 - 還有開導 - 對,開導她 - 但是 - 她就一直覺得說 - 我好像突然變一個人 - 好像已經不喜歡她 - 怎樣怎樣的 - 然後她就 - 常常開始會 - 開始鬧脾氣啊 - 然後生氣 - 然後 - 到 - 後期我才知道原來她是這麼恐怖的 - 因為 - 她生氣不像一般的女生生氣 - 然後 - 講話很大聲 - 或是罵人這樣而已 - 她還會動手動腳 - 喔 - 花夭壽 - 動手動腳 - 直接就是抓過來 - 啊但是 - 我那時候就是一個 - 很有Sense的人 - 我就是不會去 - 打女生還是怎樣 - 所以 - 我就是給她這樣 - 抓啊 - 然後還是怎樣 - 就是 - 她不爽 - 然後就 - 直接抓著我的手啊 - 怎樣怎樣 - 然後說 - 你到底是要怎樣 - 然後你不要道歉 - 怎樣怎樣怎樣 - 然後我就覺得 - 啊 - 這個沒救了 - 這個沒救了 - 因為會動手動腳 - 然後 - 這麼強硬 - 她真的都是來真的喔 - 然後我就覺得 - 那黑暗故事 - 這個不行不行 - 這個有一天 - 我的命會收在她的手上 - 哈哈哈哈 - 跟我那黑暗故事有得比啊 - 也是動手動腳 - 對動手動腳 - 然後會危險 - 然後不然就是 - 不爽就哭啊 - 然後半夜就哭說 - 嗯 - 我覺得這個世界 - 沒人要我啊 - 怎樣怎樣 - 我還是 - 就情緒勒索嘛 - 就我還是 - 就是 - 找個地方了解我自己好了 - 然後那時候 - 不懂情緒勒索的阿寒 - 就覺得 - 相當的緊張 - 所以每次都是這樣 - 在緊張裡面 - 還有教育裡面 - 這樣度過 - 啊後來我真的受不了了 - 後來我就覺得說 - 啊不能這樣 - 我真的想要分手 - 然後我就 - 分享給阿亮 - 阿亮也覺得說 - 你這個最好分一 - 快點分一分比較好 - 不然你哪先死了 - 我都不知道 - 哈哈哈哈 - 就一開始你都沒有 - 講清楚你想分手 - 然後還在那邊 - 跟我跑夜店什麼的 - 我都還不是有女朋友 - 然後你就 - 呵呵呵呵 - 對沒錯 - 然後因為其實那時候 - 我的心裡是這麼講 - 結果那時候的嬰兒數值 - 也還沒有到現在也這麼高 - 而且我從來 - 我是有被分手過 - 但我從來沒有主動要提分手 - 然後其實 - 對於主動提分手這件事 - 當時我是有一個 - 愧疚感 - 對就是莫名的愧疚感 - 然後就覺得說 - 啊真的要這樣做嗎 - 所以 - 其實我 - 後面跟他 - 交往的後面 - 大概三十個月 - 其實我的心中 - 已經就是想要跟他分手 - 但是 - 我真的不知道 - 怎麼講 - 直到有一天 - 他來我家 - 然後我們一起在看著那個 - 一部日本電影 - 然後 - 我就覺得 - 我就很認真的在看 - 雖然我已經看過了 - 但是我覺得 - 跟他一起看也不錯 - 就一起看 - 然後但是他就會 - 在旁邊 - 欸怎麼講 - 一副就是覺得說 - 他第一次看喔 - 但是他就覺得說 - 啊這個劇情我也都知道啊 - 啊他一定就是怎樣怎樣怎樣啊 - 然後他就踩到了我的點了 - 因為我很討厭人家在看電影 - 所以我一直在那邊 - 嘰嘰歪歪 - 嗯 - 然後話很多 - 對 - 然後 - 就是一部分也是因為我已經受不了他了嘛 - 對啊 - 然後我就覺得說 - 不是啊 - 你這個電影就好好看完啊 - 等一下等一下 - 然後就吵起來 - 吵吵吵吵吵 - 然後那次吵得特別兇 - 我就說 - 你這本書你拿去看啊 - 啊看怎樣啊 - 你看得懂就是算你的啦 - 你看不懂就算了啦 - 我就跟他講說 - 你現在整個就是一個 - 就是一個什麼 - 黑暗抱怨體 - 然後就一直整天抱怨事情 - 雖然我一開始跟你這樣爛下去 - 但是我真的覺得已經不能再這樣爛下去了 - 嗯 - 對我覺得 - 沒有成長 - 我覺得 - 我就直接跟他講說 - 我們的關係完全就是沒有成長 - 只是兩個人在那邊 - 互相就是耽誤 - 在那邊沉溺而已 - 沒有意義 - 怎樣怎樣 - 我就說 - 算了 - 就到今天就好了 - 然後就是跟他講說 - 就分手分一分這樣 - 然後他那時候就跟我講說 - 欸 - 你是不是其實已經有喜歡其他的女生了 - 還是怎樣 - 其實都很愛亂問這種東西 - 然後 - 靠牙 - 我就跟他講說沒有啊 - 我單純就是因為你啊 - 而且現在回想起來 - 他就是會覺得說 - 是不是原因其實沒有完全在我身上 - 是不是其實他是愛到別人 - 對啊 - 不完全是我的錯 - 沒有 - 那時候我就很 - 很堅定的跟他講說 - 沒有就是因為你 - 你生氣然後又動手動腳 - 我覺得 - 根本不像在談戀愛 - 就很像在養蟲物一樣 - 是啊 - 對啊 - 然後我就跟他講一講以後 - 然後我就覺得 - 好啦 - 該講的就講完了 - 然後我就說 - 就這樣 - 你不接受喔 - 你不接受喔 - 那也是你自己不能接受啊 - 但 - 我就是心一絕 - 就定了就是這樣 - 然後後來 - 就這樣講 - 講到快要早上 - 然後那時候阿亮跟 - 另外一個朋友就剛好約我 - 我就出門了 - 然後留他一個在我家 - 在那邊 - 不知道該怎麼辦 - 然後我就出門 - 然後跟阿亮 - 吃東西什麼 - 然後在外面待了一整天 - 然後可能 - 我自己也是就是 - 心理素質也有點衝擊到 - 怎麼講啊 - 第一次談分手啊 - 那愧疚感起來 - 然後我還記得我那一天 - 感冒很嚴... - 突然就是感冒起來很嚴重 - 都什麼都不想用去管 - 第一次分手沒上手 - 對 - 第一次分手沒上手 - 然後我還記得那一次分手 - 到晚上的時候 - 然後有另外一個就是 - 之前音樂季認識的女生 - 然後約我要去吃東西 - 妹子 - 沒錯 妹子 - 我知道哪個妹子了 - 大家要去聽那個 - 那一集是什麼 - 那一集是什麼 - 忘了 - 我記得有一集耶 - 在講這個 - 我也忘記了 - 我們沒推到的泡那集 - 對對對對 - 對沒錯 - 然後我就去跟她吃飯 - 吃一吃以後 - 夜晚上我就回去 - 回家 - 然後她也走了 - 再回家 - 接下來後面就是 - 很經典的地方 - 接下來她 - 她回家 - 然後我以為她接手 - 然後她也自己 - 嗯 - 自己跟我講說 - 好就這樣接手 - 但是 - 嗯 - 過了大概三四天以後 - 我就 - 她就不甘心了 - 就跑來 - 跑來我家樓下 - 然後我就叫我下去 - 她就說 - 她還是不甘願這樣 - 她就說 - 然後她說 - 她說什麼 - 欸你說那本書 - 會有看 - 她就說我都誤解 - 裡面的意思 - 怎樣怎樣怎樣 - 然後我 - 當下聽 - 她說你誤解喔 - 她說你誤解喔 - 我就說 - 甘 - 我想說她在公阿小 - 她只是在 - 強詞多理而已阿 - 她把裡面的內容 - 往自己有力的方向去做解釋啦 - 沒錯 - 然後往她自己有力的方向去解釋 - 就說你是誤解 - 對對對 - 沒錯 - 大家都是這樣的啦 - 對 - 那我就覺得阿 - 沒救了沒救了 - 然後後來她 - 講一講 - 她說算了啦 - 她說 - 反正這公信給你阿 - 我想說的話都在你一面 - 我說喔好阿 - 然後我拿上去看 - 我覺得她上樓 - 然後結果她就叫住我 - 她說你現在把她看一看 - 我說蛤 - 阿 - 你現在叫我看看 - 你乾脆講給我聽就好 - 阿你幹嘛寫信 - 她說我寫信 - 她說我寫信就是讓你現在馬上看 - 馬上看可以幹嘛 - 阿我心意都已定了 - 我那時候就跟她講說 - 我心意都已定 - 阿看要幹嘛 - 看一看 - 然後給你一個回覆嘛 - 好阿 - 我現在看阿 - 我就打開現在看 - 然後但是我當下真的是 - 可不能理解 - 就是哪有人寫信 - 然後叫你當場看 - 超奇怪的 - 然後我就看一看 - 然後我就看一看 - 看不看開口講阿 - 看一看然後就 - 喔 - 她是寫的就是真的就是 - 喔好像懷念以前阿 - 然後你這樣對我真的好嗎 - 這樣 - 然後我們好像都沒有好好的談一下 - 然後我就覺得 - 阿就談不過阿 - 就談一個沒有結論阿 - 但這樣下去都 - 對彼此都不是很好阿 - 就這樣阿 - 嗯 - 我講完 - 我看完信 - 我就要上去了 - 我說我看完了 - 她說她說你的答覆呢 - 答覆還是一樣阿 - 哇阿 - 我說你根本就沒有要成長的心態阿 - 你還是覺得說是我的錯阿 - 我沒有好好談阿 - 嗯 - 然後我就不管他 - 我就上樓 - 然後過沒幾天她又 - 她又寫了一封信來 - 然後也是叫我當場看 - 阿內容都大同小異 - 然後我就說 - 嘖 - 喔那時候其實我真的也不知道怎麼辦 - 我就說阿 - 呵呵 - 你不要一直寫來 - 阿就真的已經 - 沒救了你知道嗎 - 就無解了 - 阿你自己去好好反省 - 怎麼樣 - 那你如果反省阿有什麼結論 - 阿你要跟我講也可以阿 - 我又不是說要把你封鎖什麼的 - 對阿 - 然後後來 - 嗯 - 講一講可能 - 她也覺得我心意已絕 - 然後就這樣 - 慢慢的 - 她LINE就這樣 - 一直傳一傳 - 傳一傳 - 傳到已經無解了 - 我也 - 心意也是已絕了嗎 - 她就 - 直接把我封鎖 - 然後就 - 喔喔喔好封鎖 - 喔喔OK - 好就這樣吧 - 就大概這樣就是一個結局了啦 - 阿後續也就是 - 後續也沒有 - 就是在跟她有交集了啦 - 但是我 - 我覺得 -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感情史裡面就是 - 我覺得還蠻慘的一個分手 - 蠻差的 - 對啊 - 因為就是等於算是吃破臉 - 對啊 - 大概就是這樣 - OK - 我稍微 - 簡短的回饋一下阿漢這一段好了啦 - 就是 - 第一個是 - 其實我覺得你還蠻有耐心的 - 因為我現在如果遇到女生就是 - 哈哈哈 - 就是怎麼講 - 女生如果她很黑暗 - 然後一直抱怨的話 - 其實我不會想離 - 我會直接離開 - 就以現在 - 我很懶啦 - 我很懶的跟人家說她有什麼問題 - 阿對啦 - 而且重點其實 -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- 其實最重點就是一開始就錯了 - 因為一開始我的心態就是講究 - 其實在那時候就錯了 - 所以到後來我經歷了這段感情以後 - 我常常都跟人家講說 - 感情不能講究 - 你真的喜歡 - 你再去交往 - 嗯 - 確定多約幾次會 - 多約幾次會 - 比如不會跑掉好不好 - 阿你真的喜歡 - 這是一定的阿 - 對阿 - 這是一定要的阿 - 對阿 - 我覺得我現在會這麼懶 - 是因為我覺得找下一個其實不難 - 就是會覺得 - 對阿 - 有時候會覺得身邊的女伴 - 可能她有哪些你看不慣的地方 - 可是我現在都懶得講 - 我懶得去開導還是引導她 - 去往什麼正確的方向 - 應該是說我對身邊的很多人都這樣 - 我真的很懶得想要透過開導去改變一個人 - 因為我覺得這也很懶 - 所以聽到你那個故事 - 我覺得你算是蠻不錯的 - 就是還是會跟她講 - 阿那時候就獨安被討厭勇氣阿 - 聖光龍操 - 但是重點你看嘛 - 你看嘛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 - 我就沒有錯阿 - 錯在你身上 - 錯在你身上 - 你把你還誤解了書裡面的意思 - 對啊 - 但今天如果是我 - 我可能就是因為 - 我就不想要 - 就是那個 - 遇到這種更麻煩的狀況 - 所以我會選擇離開去找下一個 - 對啊 - 我現在的我會比較偏向這樣 - 然後另外一個是 - 就是女生為什麼一直寫信給你 - 因為這很明顯嘛 - 我們去探討為什麼女生想這麼做 - 很簡單 - 因為她認為那封信可以婉轉 - 就是可以反轉 - 挽救 - 挽救現在的狀況 - 那她第一封信她發現沒有用 - 所以她又寫第二封信 - 她的訴求就是 - 今天你不好好跟我談 - 我想要透過這封信 - 這個文字來感動你 - 來讓你愧疚 - 然後那個情緒勒索你 - 讓你知道說 - 今天是你應該要感到慚愧 - 然後因為慚愧而選擇跟我附和 - 就這樣 - 那 - 今天我的解話就會變成說 - 就完全不理 - 她今天就算在我樓下我也不理她 - 今天她用 - 她用LINE一直敲我 - 求復合 - 我就不理她 - 甚至就是 - 好的話就會移讀不悔 - 不好的話就會直接封鎖她 - 就只是這樣 - 現在我的說法會是這樣子 - 現在我的做法會很乾脆的 - 不會像之前這樣 - 現在我就覺得我實在是 - 沒有時間沒有耐心 - 在做這樣的事 - 大概就這樣子吧 -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說 - 這叫做 - 談一場不思破臉的分手啊 - 所以 - 我們原本在這裡想要談說 - 那怎麼樣分手算是差的分手 - 那我覺得其實 - 無論像我前面很簡短的說 - 那時候的女朋友 - 就只是把東西丟過來 - 然後其實也沒有多解釋 - 就說這樣算分手 - 我覺得這 - 無論是男是女啦 - 這樣子的分手 - 都不算是一個好的分手 - 又像是阿翰剛剛講的這個例子也是一樣 - 就是對方不想跟你分手 - 然後一樣在那邊苦苦哀求啊 - 求你不要走啊 - 寫信什麼的 - 就是你把性別對調一下啊 - 今天是一個男的 - 對一個女的做這樣的事情 - 也是也不是很好啊 - 是啊 - 所以 - 那要怎麼樣的分手 - 才算好的分手呢 - 我覺得 - 我覺得 - 像白馬的例子 - 就還算蠻成熟的 - 我們現在講一下說 - 那我們如何避免差的分手啦 - 就假設你今天要跟別人分手 - 那我覺得不要不講清楚啦 - 就是 - 對對對 - 就是如果你不明確 - 對方可能會不知道你的意思 - 他可能覺得說他怎麼這麼突然或什麼的 - 所以即使你要分手也是建議就是可能就講一下 - 然後 - 就算其實可能是累積很久的 - 你就是大概講一下前因後果 - 但也不是要他改 - 也不是要他改 - 但是就跟他說 - 反正就是這樣了 - 就堅定一點 - 然後 - 如果是對方跟你分手 - 那你也是稍微問一下說 - 喔 - OK - 那為什麼你會想跟我分手 - 大概知道了 - 知道了就好 - 不要在那邊一直四餐爛爛 - 拜託不要走 - 我一定會改 - 因為 - 如果 - 可以改的話 - 他不會拖到現在才跟你說分手 - 說分手那個當下其實就已經 - 定罪了 - 沒有挽回的路了 - 沒有路了 - 沒有路了 - 所以怎麼樣分手算是好的分手呢 - 我覺得就是 - 我就盡量當面 - 盡量當面 - 或者因為我覺得訊息可能有點 - 太病人 - 當面或電話 - 就是不能當面至少也電話 - 然後就是好好講一下 - 我覺得訊息真的是 - 覺得沒有誠意的 - 講到訊息了 - 我就想說一下 - 但我剛剛講跟我分手的這個妹啊 - 這之前不是跟阿翰交往嗎 - 她跟阿翰分手的方式 - 也是非常的戲劇化 - 阿翰你要不要說一下 - 喔她跟阿翰分手怎麼分手的呢 - 就是那一天我們在學校 - 然後她那一天都不講話 - 都不跟我講話 - 然後整個班上的基本都怪怪的 - 然後等到要放學的時候 - 她就請她的好朋友 - 還請她的好朋友 - 然後拿了一封信給我 - 然後還遮成愛心 - 然後我想說 - 喔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- 好開心喔 - 然後打開來看 - 然後全部都是英文 - 然後我英文 - 全部都是英文 - 對 全部都是英文 - 然後我看到全部都是英文 - 然後我心就量的要一半 - 想說 - 幹這個感覺就不太多 - 然後我就放學回家的時候 - 我就一邊看著這封信 - 然後 - 雖然我英文很爛 - 但是他很棒 - 他很優秀 - 他寫著淺嫌易懂 - 對 - 就是要分手 - 然後我看著 - 我就很萌超萌 - 然後到後來 - 他也不願跟我講話 - 然後我也死得不明不白的 - 然後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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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不爽 - 對 - 大概就這樣 - 寫英文 - 就是 - 站在他的角度去想 - 就是 - 希望你當下看的時候 - 不要馬上就懂啊 - 就是他 - 他們 - 他其實 - 女生可能 - 女生可能也不想要 - 當下就看到你 - 你有任何的反應 - 他希望你回去之後 - 他去看懂 - 因為他可能也沒有辦法承受 - 當下 - 你接受到這個訊息之後 - 就是彼此之間 - 他也沒有辦法去應對 - 那個尷尬的情緒 - 或者是後續的麻煩什麼的 - 對啊 所以就很不乾脆啊 - 所以我覺得寫英文 - 就是寫一個 - 英文就很像 - 很像就是 - 他就是要你回去 - 他就是要你回去再看懂 - 對啊 - 那我覺得 - 笑死 - 你看你都 - 沒辦法這樣當面 - 然後去承擔那些壓力 - 那我覺得 - 這個就不太好啦 - 對對對 - 沒有辦法面臨 - 那個當下的壓力 - 所以這也算是差得很少 - 笑死 - 沒錯 - 我聽說你還留著那封信是嗎 - 欸對啊 - 我留著呢 - 那那 - 那這集Podcast的封面 - 封面罩就是 - 那我要去找 - 我們不用選圖了 - 我們不用選圖了 - 把他掃描起來 - 把他掃描起來 - 掃描起來 - 然後以後要放在那個 - 問路人博物館 - 然後會有一個史料區 - 史料 - 對對對對 - 這樣不錯 - 這樣不錯 - 靠北 - OK - 所以這也算是 - 差的分手 - 對啊 - 那接下來我想 - 開一個議題是 - 你們覺得分手後 - 可以當朋友嗎 - 這個不是常常會在這種 - 爛大街的 - 這個街坊裡面都會看到 - 這個問題 - 那想問一下兩位的看法 - 分手後能不能當朋友咧 - 我先說好了 - 我覺得都是要看情況的啦 - 但我可以先說 - 我的狀況是 - 我全部都沒有當朋友 - 對 - 我如果有當朋友的話 - 都是短期、關期 - 這裡的分手是 - 我們今天講的分手 - 有分長期、短期嗎 - 沒有 我沒有想那麼多耶 - 反正應該比較偏長期 - 長期的話我是都沒有 - 長期的話 - 短期的話你也沒有給對方什麼承諾 - 那能算分手嗎 - 好 - 對對對對 - 所以這個主要是講長期啦 - 長期的話我是都沒有 - 我是都沒有變朋友啦 - 對 - 那 - 那 - 我之前是有聽說過蠻多例子是 - 就是可以繼續當朋友的 - 可是我聽到的大部分的狀況 - 都是因為兩個人吸引力不夠 - 就是 - 就是我聽到的大部分的狀況是 - 兩個人可能就是 - 本來就比較適合當朋友 - 然後後來 - 之後就是想說試看看 - 然後在一起之後發現 - 彼此當情侶不適合之後 - 再分手 - 退回朋友狀態 - 我聽到很多大部分的例子是這樣 - 對啊 - 不知道你們的 - 聽到的 - 或者是自身的經歷是怎麼樣 - 應該 - 我自己也 - 我自己的話 - 也有不同 - 就是我第三任女朋友 - 其實到現在還是算朋友啦 - 然後我順便講一下 - 他那時候我跟他分手的情況 - 那時候就是 - 跟他交往了 - 到第三個月的時候 - 然後剛好就是那第三個月 - 然後他就傳了一篇 - 熱熱等的東西來 - 然後我一看到是 - 熱熱等的東西 - 我就覺得 - 不妙 - 大勢不妙 - 不妙 - 喔 - 熱熱等 - 然後他就傳來 - 對 - 其實他那一陣子 - 大概我們交往三個月吧 - 後面那一整個月 - 其實我們都沒有見面 - 他就一直說 - 欸他在忙什麼忙什麼 - 他其實就有一些分手跡象的 - 那那一段戀情 - 其實講白一點是我的錯啦 - 因為我就是沉溺愛情裡面 - 然後又沒有成長 - 對阿 - 沒有什麼幫助 - 除了愛他也沒有什麼用 - 對 - 那我覺得他的那個分手 - 我是就是他這樣 - 丟一片熱熱的 - 然後給我 - 然後其實也說得不明不白 - 我覺得不夠清楚 - 然後他也只是說 - 阿那一 - 我們以後就是 - 繼續維持當朋友 - 這樣就好了 - 然後我就覺得 - 蛤?那中間那個算什麼 - 哈哈 - 所以我就覺得說他這樣 - 不清不白 - 然後就丟個訊息這樣 - 我覺得 - 一樣啦 - 我是覺得 - 也是沒有去承擔那個壓力 - 然後也沒有去面對 - 他就覺得說 - 欸今天就是 - 就是這樣丟了 - 丟給你 - 那就是這樣 - 沒辦法再改變了 - 嗯 - 但是你看你回過來 - 看我那個第二任女朋友 - 其實我還是有跟他 - 在討論吧 - 雖然那是一個很糟糕的關係 - 但是至少還是有討論 - 那他這樣丟給我 - 裡面就只有 - 一些 - 就是安慰心靈的話 - 但實質他為什麼要跟我分手 - 他卻沒有提到 - 也是我後來自己去 - 檢討自己才會得出來的 - 體悟嘛 - 但是他裡面完全沒有達到 - 那我就覺得 - 欸 - 你要讓我死 - 我要死得明明白白的 - 是什麼罪名嘛 - 對不對 - 不過我覺得很多女生 - 其實不會跟你講得很明白啦 - 因為 - 反正都已經這樣了 - 對啊 是沒錯啦 - 就是 - 可能怕跟你講太明白 - 如果你情緒很激動 - 他怎麼辦 - 那他也沒辦法 - 這跟我剛剛講的 - 就是當我發現 - 對方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- 我懶得講 - 那個也是 - 有異曲同工之妙啊 - 對 - 就是為什麼我 - 我會懶得講 - 今天要承擔壓力的話 - 就是 - 我覺得至少 - 你不要說內容啦 - 你至少出來談 - 或是電話 - 一通電話 - 然後講一講 - 明明白白這樣 - 對阿 - 但是我覺得 - 就是要訊息丟給你 - 然後就 - 就 - 變朋友 - 蛤? - 三小 - 呵呵 - 對阿 - 你就會覺得 - 死的不已不擺 - 對阿 - 有點不太尊重 - 這樣 - 對阿 - 所以我們的 - 中間那些感情算 - 算什麼 - 的那種 - 感覺啦 - 對阿 - 對阿 - 不過我覺得今天就是把重心拉回到自己身上 - 我們來談就是 - 被分手跟你主動要分什麼 - 我覺得被分手的時候真的就也不用太糾結 - 妹子講的理由 - 或是他講不講理由 - 而且我們已經知道啦 - 實際上 - 他們通常妹子都會比較 - 軟轉 - 潤一下 - 對阿 - 不會讓你太 - 因為你想如果今天有些男生他就是情緒反應很大 - 然後妹子講一下他就暴怒然後打他 - 社會案件 - 妹子 - 對對對對 - 女生沒辦法承擔這種東西 - 物理上的這種暴力 - 他們很難去承擔 - 所以他們往往會使用這種比較完整的方式 - 那我覺得身為我們男性阿 - 我們的聽眾 - 如果被分手的時候 - 其實不用太糾結說為什麼會被分手 - 你需要知道就是客觀來說 - 你就是對他而已沒有吸引力 - 那是怎麼樣造成你現在這個情況 - 那你該怎麼改善 - 無論你今天是想挽回他還是你 - 以後要去把其他的妹 - 其實這都是至關重要的 - 而不是把這個錯都怪到對方的身上 - 那這樣就不會有所成長 - 這一點我完全贊同 - 就是剛剛那個你提點的這個 - 因為其實我也會聽到身邊很多朋友 - 他們在被女朋友分手的時候 - 就是他們會很氣憤的說 - 為什麼就是自己好像也沒做錯什麼壞事阿 - 然後女生突然就來個這一句說要分手要離開 - 然後讓自己死得不明不白 - 就我就覺得說沒有必要阿 - 因為我就是 - 我們現在是有學game - 有學紅藥丸的人 - 我們都知道吸引力降低 - 吸引力不見的那些原理 - 那些原則 - 那就是我們現在只要知道說 - 今天我們有可能在 - 那跟對方相處的某些 - 就是過程當中可能 - 就是沒有維持到哪些吸引力 - 或者是做哪些降低自己吸引力的事情 - 這個才是最後面客觀的事實 - 對阿 現在我們已經學了紅藥丸 - 已經知道了 - 我們就不用再去糾結 - 而且女生沒有跟我們講理由這件事情 - 對啊 - 對啊 - 所以我是完全同意的 - 那我們回到主題說 - 分手後可以當朋友嗎 - 我自己的看法是說 - 不是說不能當朋友 - 但是你沒辦法在剛分手的時候 - 馬上就當朋友 - 沒有那麼厲害啦 - 因為你一分手一定是 - 因為分手一定是其中一方體 - 另外一方那個 - 或許也是有那種 - 兩邊就覺得該分手好聚好善的 - 也是有 - 但這種機率比較不高 - 通常都是有一方一定會 - 比較不想分手 - 那如果你一分手馬上當朋友 - 那這個朋友就是假的 - 這不是真的朋友 - 因為其中一方其實都是帶著那種想復合啊 - 就是想要回到情侶關係的那種目的 - 那這種時候這就是假朋友啊 - 那你沒辦法真的把對方當朋友 - 看讓你當個屁朋友 - 對 - 所以我覺得啦 - 分手後 - 就算是好好的分手 - 那至少也要放 - 就是放著 - 不用封守對方啦 - 但是我覺得就放著 - 大概三到六個月 - 對啊 - 久的話可以更久 - 就是一兩三個月 - 讓各自都難一下 - 對阿 - 如果以後有機會再有聯絡 - 然後發現就是 - 其實你已經不在意了 - 或是他已經不在意了 - 然後你們都已經不在意了 - 然後可以好好的聊一下過去的時候 - 那這個時候 - 當朋友我覺得就沒有什麼不可以啊 - 就是重新認識的 - 對啊 - 然後還可以聊聊這中間這幾年 - 彼此發生了什麼事情 - 對啊 - 那我自己的例子也是這樣啦 - 就 - 然後這下一個例子是 - 跟屏東的一個護理師 - 也是分手後大概一整年都沒有聯絡 - 然後一年後才又接上線 - 然後後來就 - 就出來吃飯聊天 - 就可以當朋友 - 所以我覺得分手後當朋友不是不行 - 不只是朋友吧 - 即使是 - 這個就 - 這個就 - 下次再說 - 我跟你講 - 你這個問題讓我想到 - 分手後可以當炮友嗎 - 我覺得我們好像可以討論這個問題耶 - 剛剛忘了 - 好像沒有討論到這個問題 - 所以分手後可以當炮友嗎 - 我覺得跟當朋友其實是 - 異曲同工之妙 - 如果你分手後 - 拿出來見面聊一聊就很棒啊 - 他就覺得 - 還是很懷念你的大屌 - 那你就可以幹了 - 我就知道你要做這個 - 就打炮技術好嘛 - 老人很大啊 - 當然 - 沒辦法啊 - 受不了嘛 - 對嘛 - 不然你以為 - 我那個前女友為什麼 - 隔了一年之後 - 要主動跑來聯絡嗎 - 他就是癢了嘛 - 哈哈哈哈 - 我懂我懂我懂的 - 好 - OK - 不過我覺得 - 我想要回饋你那個 - 真的很多人 - 把分手後當朋友當作一個藉口 - 就是心裡面還抱著意思希望 - 可以 - 對 - 這就是為什麼一堆情侶 - 就是都分分合合啊 - 對 - 對 - 所以確實是應該要忍個三到六個月 - 再當朋友會比較好 - 如果馬上就當朋友 - 我覺得很多人都把這個當藉口 - 對 對 - 而且我覺得忍的重點 - 其實不是忍對方啊 - 那些市民生在賣挽回的課程 - 那些他會跟你說 - 你要忍動法 - 要忍動對方啊 - 那他們的目的其實都是 - 忍動對方 - 然後自己有所成長 - 讓對方看到你的成長 - 這點其實沒錯喔 - 但是出發點錯了 - 他出發點就是想挽回對方啊 - 所以他的忍不是在 - 我們在講忍 - 其實一部分重點是要忍自己 - 讓自己就是對他的情感 - 不要這麼的投入這麼的多 - 然後客觀的看一下 - 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- 哪裡可以改進的 - 然後哪裡可以進步的 - 而不是純粹只知道 - 我不聯絡對方 - 讓他就是忍了 - 讓他知道我已經成長了 - 然後就再來去聯絡他 - 沒有用啦 - 你以為不應兵在舔 - 就不是貴錢嗎 - 你還是在舔啦 - 是啊 - 不過因為我滿多 - 或是真的就是冷凍完之後 - 把心拉回自己身上之後 - 就不在乎之前的那一位了啦 - 對 - 他會自動的讓你那個 - 就是心會拉回來 - 因為你時間一久 - 那個感覺會衝單 - 對 對 - 所以也犯多歷史是這樣 - 如果想要挽回的話 - 原本還想要特別挽回錄一集 - 但我覺得現在就其實很簡單啊 - 沒什麼好錄的 - 那我現在直接說啊 - 我就想挽回 - 因為你不想分手 - 假設你是被提分手的那個 - 你不想分手 - 那你想要挽回他 - 那你要怎麼留這個後路呢 - 怎麼分得漂亮 - 我就像前面說的 - 對方跟你提分手的時候 - 你也不要直接很爽快要接受喔 - 他說我想跟你分手 - 你就喔 好啊 - 這樣對方就覺得 - 你好像不在意這副真的感情嗎 - 你可以喔 - 對方跟你提分手 - 你就喔 - 你要跟我提分手 - 喔 怎麼了嗎 為什麼 - 禮貌性的問一下 - 你不是真的想要問為什麼 - 因為其實你們都知道 - 妹子就是會修飾 - 所以他跟你講為什麼不重要 - 反正就等他講完 - 為什麼 - 對 - 比較好我知道了 - 那我就是我會再想一下 - 那好 - 反正就是大概這樣啦 - 就讓他知道說 - 你知道了他為什麼想跟你分手 - 然後理解了 - 那可能我們就還是好聚好散 - 然後就跟他謝謝 - 然後就這樣分開 - 就這樣分開 - 然後妹子反而會很訝異喔 - 哇這男的怎麼這麼乾脆 - 就是他問完然後就說分手 - 他就這樣分手囉 - 然後你也都不要主動去聯絡他 - 反正這妹子會很訝異 - 哇怎麼會這樣啊 - 這男的神奇耶 - 然後後面 - 你不主動聯絡他 - 但是他聯絡你 - 你還是可以回他喔 - 你還是可以回他喔 - 然後就一樣嘛 - 把重心拉回自己身上 - 然後 - 真的去想 - 你在這段交往過程中 - 是不是有做錯哪些事情 - 讓你吸引力下降 - 怎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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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- 然後就像我們說的冷凍 - 三到六個月 - 把重心拉回自己身上 - 真的在提升自己 - 也是冷凍你對他的情感 - 不要一直去聯絡他 - 就不要去聯絡他就對了啦 - 然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- 有機會的話 - 你覺得說自己對他的感覺 - 真的充淡了很多 - 你也開始回到這個遊戲了 - 開始在拔其他妹 - 轉其他盤子了 - 這個時候 - 你就可以聯絡他了 - 但是 - 講是這樣講啊 - 我覺得很難啦 -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 - 我覺得我可以啊 - 但其實也不行 - 你不可以 - 只要你覺得說 - 我已經放下了 - 這種你都還沒放下 - 都還沒放下 - 是啊 - 真的放下了 - 就是你不會覺得說 - 我放下了 - 真的放下的人 - 不會去說 - 我放下了 - 對 - 就是有一天你會發現說 - 欸幹我好像真的 - 都沒有在想他了 - 那個時候你就是 - 真的放下了 - 對啦 - 大概就是這樣 - 所以我覺得 - 第一次分手就上手 - 大概我們想談的 - 大概都有談到了 - 欸那我想問 - 就是你會建議 - 那個嘛 - 挽回嗎 - 因為現在教大家怎麼挽回 - 應該不會是優先的 - 建議大家的選項吧 - 當然是不建議挽回啊 - 就是 - 如果能從這個分手的經驗裡面 - 學到東西 - 從這段關係學到東西 - 當然是好的 - 可是我覺得挽回 - 它就是一種目的性說 - 我要把這個妹子給追回來 - 那這就不是一個好的選項 - 但如果說 - 就是你們 - 你真的好一陣子沒有聯絡對方 - 然後你也過你自己的生活 - 然後你也過你自己的生活 - 然後你也有其他盤子 - 然後你也過得很開心 - 那這個時候 - 對方如果有來找你 - 或者是你們有什麼機緣聯絡上了 - 你就可以把對方當作其中一個對象 - 可發的對象 - 可發的對象 - 其中一個盤子 - 但是注意喔 - 它不是 - 你不能把他當作一個 - 喔我二十五權女友這種身份 - 你就是要把他當作一個新的人 - 新的人 - 對 - 對 - 心態上是這樣 - 所以其實我覺得 - 談挽回不挽回 - 有點是一個假議題 - 因為只要你們有挽回這個想法的時候 - 其實你就是不適合挽回人 - 沒錯 - 沒錯 - 因為黃耀丸第七條 - 就是 - 就是 - 尋找一段新的戀情 - 新的關係 - 永遠比修補破裂的感情還要有用 - 沒錯 - 有意義 - 破裂的會有太多這種 - 你們之間的未盡事宜 - 有很多這種課題 - 然後就要去吵 - 就很麻煩 - 也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 - 把課題切割得這麼飄飄 - 尤其 - 不過剛剛 - 最開頭的時候 - 白馬不是有說到這個黑暗兵法嗎 - 就是把紅耀丸反過來用啊 - 你就開始對妹子很黏啊 - 或什麼讓妹子想把你丟掉 - 我覺得這樣一種狀況可以用啊 - 就是像阿翰剛剛提到的 - 就是女朋友會動手動腳啊 - 你打不贏他啊 - 然後什麼之類的 - 或者是像白馬之前那個 - 在紅耀丸三部曲裡面提到的 - 就是跟女朋友同居啊 - 然後就是被他整個都掌握出 - 哇你這整個都 - 在裡面了 - 你逃不了啊 - 怎麼不然 - 這個時候把防衛丸反過來用就可以了 - 那個是為了生存 - 為了生存 - 妹妹需要怎麼做 - 為了生存 - 在這種時候這樣用就對了 - 我剛剛會講到那個啦 - 就是挽回這件事情非常的不建議 - 是因為那個 - 剛講到紅耀丸第七條 - 它的重點其實是 - 就是當你被女生分手的時候 - 它那個第七條的案例是 - 被女生分手 - 就是當你對於女生的心力已經沒有了的時候 - 對 - 所以當女生對你心力沒有的時候 - 你怎麼做都是沒有用的 - 你那個挽回的心態其實是 - 錯的 - 對 - 那今天就是假設 - 你反正就是 - 你真的很想要 - 追毀這個女生的話 - 你也應該是要像剛剛阿亮講的 - 就是提升自己冷靜一段時間之後 - 把它當成一個新的目標來做 - 對啊 - 可是這樣講一講就會覺得 - 就是很多人都會 - 就又會陷入說 - 好 那個 - 那我今天就要把那個 - 我的前女兒當作新的對象來醉 - 來醉 - 然後又這樣子去操作 - 對啊 - 所以真的是一個 - 然後這樣出發點就錯了 - 對 - 所以真的是一個假議題 - 就是我覺得不管怎樣 - 都不要講晚回會比較好 - 都不要去想這兩個字就對了 - 對 - 你被分手以後 - 你就是 - 先拉回自己身上 - 好好的做提升 - 去轉盤子 - 好不好 - 然後這裡講到說 - 你真的有能力把回前女友的時候 - 你也不一定想把他 - 對啊 - 對 真的 - 就是這樣阿 - 沒錯 - 永遠都是這樣子的 - 好 - 那今天 - 這之後我覺得 - 大概就這樣啦 - 好的 - 好 - 那一樣喜歡的話 - 記得幫我們按讚 - 分享 - 訂閱我們 - 最重要的 - 記得可以 - 都好累我們 - 那大家都 - 下次見囉 - 下次見 - 掰掰 - 掰掰